而汉景帝为什么敢自己擅自做主去废立太子 废掉皇长子刘荣 立皇十字刘志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把朝城放在眼里 因为此期的朝城已经非B期的朝城 汉初的朝城都是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重臣 而景帝时期的朝城很显然 他们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分量 他们的影响力赶不上西汉建国时期的那些朝城 但是太子的费力从来都不是皇家的私事 因为太子是国之储君 他关系到一个政权的传递 关系到天下的安危 朝城一向在这个中间是不会不发生的 所以景帝费力太子这件事情中间 在朝城中间也会遭到人们的议论 那么朝城中间果然有人反对 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费力太子的 是当时政任太子太府的杜英 杜英是汉景帝朝平定五主七国之乱的两大功臣之一 另一个是周亚夫 周亚夫在此后被封为调侯 杜英被封为魏姬侯 杜英同时他的身份 还是杜太后的侄子 当年在杜太后的皇宫中间 杜太后就希望汉景帝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 就是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 汉景帝也曾经说过百年之后传位梁王的话 结果遭遇了杜英的反对 杜太后一怒之下取消了杜英进入宫廷的门籍 所以吴楚七国叛乱发生以后 汉景帝就考察能够评判的人选 在考察人选的时候 他就发现流性的宗室和斗性的外戚 这两家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贤能超过斗英 所以召见斗英 希望重用斗英参加评判 斗英坚决推辞 汉景帝却是一个 求人的时候 汉景帝还是很贵说话的 汉景帝怎么说呢 天下方有吉 王孙宁可一让耶 当天下威王的这个关键时刻 你怎么能够推辞呢 这个好话一说 那等于说天下威王只有你斗英勘当大臣 天下威王你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理由推辞的 两顶高帽子在斗英应成 担任大将军 他的任务 驻守形阳 军事重镇形阳 协调攻打赵国和齐国叛军的工作 周亚夫作为太尉 他的任务是对付吴楚 吴楚七国之乱 对付吴楚的是周亚夫 对付赵国给齐国的 是斗英 斗英 接受任命以后 汉颖帝赏给他千金 但斗英是个很廉洁的人 得到这个封赏以后 他把封赏的这个钱 全部摆放在自己的庭院里的乌郎之下 所有来办事的官员 只要有用钱的疑虑 随便拿 你觉得你需要用多少 你就拿多少 没有一分钱进入自己的私宅 全部用于国家大使 这是一件 表明他的连结 第二 他在受命之后 立即推荐了 向远岸 鸾部这些人 特别是鸾部 后来作为将军领兵出征 去平定 这个齐兆的叛乱 立了很大的功劳 就是斗英推荐 所以斗英是既有才华 又极其廉洁的这么一个外戚 所以在无处七国之乱以后 斗英的地位迅速上升 封为封为魏姬侯 而且当时很多门客 去投奔斗英 家里边 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门客 至于周亚夫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平定 无处七国之乱 最重要的大将军 他对付的是最凶残的 无处军 三个月平定了无处七国之乱 所以攻封调侯 所以无处七国之乱以后 朝中那么多列侯 说其话来最有底气 大家最信服 最有影响力的是两个人 调侯周亚夫 魏姬侯斗英 等到汉景帝废太子刘荣的时候 魏姬侯斗英 此时正担任太子太夫 是太子佛老师 所以他挺身而出 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 最终当然是以失败告终 失败以后 斗英怎么办呢 史书记载 魏姬谢兵 并居蓝天南山之下数月 诸兵可便是睡之莫能来 什么意思呢 魏姬侯在自己觐见失败的情况下 主动提出来 干 导臣干 请兵将 然后跑到京城长安附近的蓝田 然后在那休闲 在家休假 谁劝他 他都不来 这件事情对于窦英来说 很显然他是用自己的休病假 来对抗汉景帝废帝太子这件事情 特别是废太子刘荣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他手下的门客 这个人叫高随 这个人很有眼望 他找到魏姬侯 讲了一番话 他说 能富贵将军者 上 能亲将军者 太后 能让你富贵的是皇上 能亲近你的是太后 如果你现在你在这炮兵下不上班 你把太后得罪了 你把皇上得罪了 假如这两个人都对你不满意的话 你会怎么样 那恐怕你的家族将会遭殃 这番话一说 魏姬侯觉得对 不能够把太后给皇上都得罪了 于是开始上班 好像像以前一样 但实际上 汉景帝对魏姬侯 因这个事 画上了深深的一道裂痕 后来套护免相的时候 当原来的宰相被免 要任用新的宰相的时候 窦太后多次向汉景帝提出来 魏姬侯可用 汉景帝就是不用 而且汉景帝给他的母亲讲了一番话 他说我不是不用魏姬侯 而是魏姬侯这个人不够稳重 下面本群的表情 以后 诺质 5 7